今天来一支比较贵一点的笔 那这个你们也看到 白乐的笔724 我之前有拍过一个823 然后这根就是一根正常的吸墨器 然后呢就飞活在沙漠的一个版本 然后你们能看得到 对反正就是一个也是新品全新的这一支一支笔 然后我买的是一个FGEN FGEN的话反正就这样子 其实不是我买 我帮我朋友买的是这样子 然后打开的话 我才知道白乐的时候 比好像包装都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纸盒 纸盒以后 然后就这样子一个塑料盒 我当时好像823 我不知道有没有给过 给看过这样子 然后打开的时候就一个黑色 然后上面一个白乐 这样子一个logo 然后一打开啊 哇塞 然后有里面的一个 这个应该是那个说明书吧 等等的这些东西啊 反正就正常都能看得到的这些 再下来啊 本身这样比他配的是那一个 这是一个墨栏吗 墨栏就反正就你们知道啊 反正都拿出来先吧 那墨栏 然后保证书 然后使用说明书 对吧 这些都都懂得 其实也不用拿出来看 然后这个好像啊 没没没挖的很深 这样子的情况可以 好 那这样子以后 那我们先把这个给放一边去 那墨栏也是啊 也放一边 好 那下来就是我们重点的 一根我们的笔了 这样子啊 哇 这根笔包的好密实啊 呃 然后这个是空 40的一个吸墨器 那我配的是 它本身配是那个空70 那空70的话 上墨的话会跟你们讲一下 有个小问题在这样子 好 那一个笔 然后先拿出来一下 哇 好亮丽啊 F间 哪看到F间 细致 然后整个金色 非常的漂亮 这样子一个 然后呢 就一个小球 摆了点一个小球 上面有拍了 那看这个尺寸跟823 肯定是一样的 我觉得是 然后你看我摸上去 哇塞 我手汗比较多 然后有点小指纹 然后我非常光亮 那我们先看一下个尺寸吧 这个我先 看一下怎么拿出来 轻一点 也不是我的 OK 这样子 好 那这样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尺寸 反正还是用 无印来跟来做一个对比 这样子 无印反而还是14 那它会稍微长一点 长一点的话 14.5 这样子一个长度 你们能看得到 好 那长度以后 那粗细来讲 那就粗细的话 反正粗度 几乎接近那个 10 1.4 或1.5 然后打开的时候 就记得收钢笔还是一样 旋开旋扭开旋扭开旋扭开啊 然后打开时候笔尖10号间 白乐的10号间啊 你们能看得到上面这个10号啊 呃 再下来的话笔尖上面有写也是F间 然后非常漂亮的一个笔舌啊 白乐笔舌我觉得 暂时来讲做肯定最好的 笔的重量感非常轻 因为他都数字做嘛 那所以整个重量感非常的OK啊 这样子 反正你长期书写不会很累 拿起来的时候 你看他这个弯度就非常讲究了 这样这样拿捏的时候 你去运笔的时候非常舒服 不会说过度小过度大 因为M百利金的M205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点小 他这个其实刚刚好 因为823算是我用过一段时间来讲 非常合适跟热用笔 然后那个选起来的时候啊 有还有一个小 这里有一个小金边啊 然后记得呃 白乐麻布人和那个塞拉 呃 我记得那个塞拉的水手是上下两条金边 然后那个麻布人好像是中间就一条 一条就这样子一个金边啊 一个大的粗的一个金边这样子 然后这个白乐上面也写了may in japan 应该能看得到的may in japan 这样子一个字啊 反正几个星星这样子啊 然后白乐小球反正他的他的笔甲 呃你看 譬如弹性一般般 但是他这个小球嘛 就是说没什么摩擦力 所以说我认为他是最实用的一个笔甲 呃因为正常卡的话 其他他真的太紧 他这个小球就你找不到左利点 所以直接塞 那相对来讲比较好 那选这块也是选开的 那他这点就做的比较好 你能看得到就是说 他不会这个 螺纹跟这个螺纹就是说 呃同样的就对卡 也不能说对卡 就是说选的时候整个总成在里面那种情况 然后选起来的时候 你能看到到对这个就空 我们见到空气是呢 这个笔笔笔杆 我先放一边去 这个比可能讲久一点这样子 呃 然后呢 这根是一个空气时的吸墨器 然后呃 然后空气时吸墨器 你们要知道 按的时候有一个重点 要按很快 就是你要很这样 你不要这样慢慢的 不要这样慢慢按 你要非常快一下 按下来非常快这样子 然后这个我看一下是呃啊 拔的话直接这么拔 那这个总成来讲的话 呃首先这块它肯定是金属的这块不用想的 但这块我应我应该它整个车销出来的 所以它整个总成来讲会比823那个怎么讲的来的高级 因为823那块是塑料的 这个比比手反而拔的肯定是同一个方法 就这样子直接拔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另外配了一个就正常的这个空四十 空四十大家知道怎么去拆吗 我之前好几根日常比我都送它啊 那今天的话反正就是我拿这个来给你们看一试 看一下啊 你看我不知道 老这个笔尖我先放一边去 主要讲的是这个吸墨器 笔尖的话等会书写的时候会讲 你按的时候你要这样子呃 这样非常快 你刚非常快的时候 你如果这样子非常快这样子按这样 然后就哎现在肯定是感觉不到 我呃啊要把它先放回去忘记 这样子非常快这样子按 啊你看到反正就是也会就是还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啊吸墨 不会吸的完全空气是一直有这样子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是一个真空上墨 当时是一个伪真空上墨 所以这一点上面来讲 白乐一直做饱 我直接这样子你要你要很快 反正这样子多按几下 然后现在你看到哎我刚多按几下按得很快的时候 他就完全上了 呃你看这里有个气泡对 就整个全上了 就是说它上墨效果来讲你要这样子很快这样 一直这样按啊 就按的时候按压的那个输掉很快 你不要说我按的时候就呃慢慢 你不要这样子慢慢按下去 这样子几乎就那个 而且你看它洗笔来讲非常好用 其实空气是我我个人来讲 我是挺喜欢的一个吸墨器 这样子对这个主要是讲的是这个 然后空气是这个我先把插 我就用那个 呃空气是我就不拿来写了 我就直接呢 因为这个不太好洗笔用这个 就我我认为是我就用这个空 这个空四十这个来 然后空四十反正你也能看到就后面的这样子啊 反正就四颗就可以了 好那一个试一下 然后一样一样是可以装的 那因为那七二七色的话 反正它是很多 那个啊 反正空四十四人兼容所有白乐的笔的一个一款新墨器 而且从这种旋转新墨器来讲我认为它品质肯定最高的 这个无可置疑 好那个上来以后来直接直接我们这个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再下来对就是我们最关键的时候把这根笔电污的熟客来了 好那个先把这一个给墨水给打开 然后新墨器我先放一边去 好 好 这样子关我看一下能不能让你们看到啊 这个吸墨的这个尽量看到一个吸墨的这样一个 哎 好你们现在看到了就吸墨了 已经那吸墨以后 那把这个给选选起来就可以了 啊 然后再下来就是拿一张纸巾 把这个给插一插这样子就ok了 那插一插 反正这是这个比比较贵 我拿一些好点子 不然平常平常我只拿那种就是 呃 就是一卷一卷的那种 今天这种还是算是面筋子好吗 这高级很多 然后用 那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的 用这根笔的时候千万不要倒叉 不要这样子倒叉啊 因为这 数字的话很容易有划痕 这个很容易 然后这根笔的话 用久了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这里会有划痕 所以最好是有个笔套这样子 把它装一下这样子 不要好一点 好 那我们开始试写一下 好 好 好 那个写完以后对吧 那首先给我觉得有两个东西要不要注意的 首先是这样子听一下这个声音先 那 然后再换一下无印的 那你会看到无印的会相对来讲比较顺 也就是相对来讲 呃怎么讲呢 主力感没有他那么呃 没有他那么大 但是呢 7274的笔更顺 就是写起来更顺一点 而且你能看得到就是我刚刚轻轻这么写的时候 你看就我轻轻这么写 你会看到其实已经那个出息吗 你看我现在中压中一点压啊 对他就说你稍我我就是说我已经很 其实我写下已经很轻了 很轻的时候他反馈感已经非常很敏感的一根笔 就是说跟83反正同一个间 那我这里写到这的时候我轻压的时候 他马上就反过就很轻就稍微施加一点 然后出没来讲你看非常顺 不会说呃 完全那个怎么讲的 呃断末这些情况非白都不会 那你看这么甩 我中间就是说我这么快写都不会断末 出没来来讲呃中规中矩 但是其实日比来讲他出没量是算比较大的 你看出没量那如果你看这个比较浅的 你看我无印这个你看 就是说明显你会看到深色一点 就是说会出没来讲就是说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有人看到就是说这个 中间吗对吧 这里会比较酥 这里完全就很黑的甜一块证明什么这个出没量更大 那这根出没量他是更就摆了这只出没量更呃就上来讲空没量比较好一点 那大概就这样子 其他的话反正就是呃这根笔很适合写中文长时间书写也不会很累 然后也有那个万伯荣149的那个优良传统对吧 这么捏你看就刚刚好 加在这个虎口上面捏起来你不会觉得这根笔很很怎么讲很松 你莫想很结实 但是它很轻适合长期书写也适合录用 就是说呃 暂时来讲 因为即使我个人来讲即是823之后吗 对吧 我认为就是这样子一个长度大小 以及它这样子或者742这种非透明版对吧 是日用来讲性价比最高的一支笔 就是万宝那种维修费用太高了 像摆了这种你去买笔尖或者去换什么的 对都很方便 就这么一把就可以了 反正823我记得我有做过一个拆笔视频 反正他这个你就把笔尖一把 那这样子就ok了对的 那笔上面反正就我认为这根笔 呃怎么讲你是写中文的很适合吗 如果你说你写英文的我赞成你 还是oc笔大概就这样子 好 那个视频就到这里 那有什么问题可以那个下面给我留言 或者是说叫微信呃 大家交流都可以 好的 谢谢大家